各位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是营养师妈妈Prysilla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奇亚子 上次我介绍了阿妈子 很多朋友看完都想和我介绍奇亚子 如果你想看阿妈子 请你去个视频观看吧 今天我都预备了一些 跟大家示范一下 其实奇亚子是可以怎样吃的 有些人说奇亚子是一种super food 今天我会讲到奇亚子有什么营养 以及奇亚子是可以怎样吃的 今天我会带大家去超市看看 一些不同的奇亚子的产品 市面上会有一些白的cheer seed 或者黑的cheer seed 两种营养价值不是差别太大 可以两种都吃 会注明是whole的 其实即使是whole 都可以吸收到cheer seed的营养 我们看看奇亚子的营养 标签 奇亚子两汤匙为之分量 已经有100卡路里了 当中的脂肪超过一半是Omega 3 另外也是有很丰富的纤维 奇亚子有7克 最适合需要长度畅通的人士 好像人妈妈如果怀孕期间有些不畅通 奇亚子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去帮助排便 另外有很多的维他命和抗物质 都是一个好的来源 有开、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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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维他命 B1 那盤 奇亚子为何有用 少人们人說是一种Super food 奇亚子有Omega 3 足以预防心血管病 和 numerator 和皮膚和肋部有低 그런好的indo siè 有抗氧化剂 奇亚子即可吃几多是 一个适合分量 每天最多一个差不多2助 就足够了 很多人说吃奇亚子可以帮助减肥 背后的说法是因为奇亚子浸在水里 会膨胀,提供饱胀感 大家要留意,奇亚子本身有不少热量 因为是种子,脂肪也不低 两汤匙的奇亚子已经有100卡路里 如果你在平时的饮食里面额外加奇亚子 就要想一下你是额外加热量,不是减肥 所以用奇亚子减肥,你要吃了两汤匙的奇亚子之后 它的饱感帮助你吃少过超过100卡路里的食物的热量 才有机会见到一些减肥的效果 有100千卡,就是100卡路里 有6克脂肪 而当中超过1.5克脂肪 超过1.5克脂肪 就是1.5克脂肪 有6克脂肪 而当中超过1.5克脂肪 而当中超过1.5克脂肪 是Omega3 所以是一个浓缩的Omega3脂肪酸 对某些原因,可能不喜欢吃鱼 或者深海鱼,奇亚子也是一个补充Omega3的好来源 是否適合所有人吃呢? 奇亚子浸在水里会膨胀 示范一下奇亚子加入液体是如何 我预备了一碗水和一杯果汁 加奇亚子进去 原先会浮面 10分钟之后 看到奇亚子会脏大了 好像有些像啫喱状 在一个没有搅拌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会有少少的黏在一块 最好浸起码10分钟 浸超过10分钟都可以 记得搅拌一下 让它可以分开 不要黏在一块 所以奇亚子是不能干吞 要加水浸的 这个就是奇亚子橙汁 奇亚子是没有味的 曾经有些个案是真实的报道 就是那个人吃了很多奇亚子 变成了他有吞喉的风险 因为一下去才膨胀 有一个畜径的风险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特别给孩子吃的话 分量要特别少量就足够了 大概分量是多少呢? 一杯的液体 就是加一汤匙的奇亚子 这就是两汤匙的分量 加了进去的液体里面 请你等一等 不要马上吃 就是等5-10分钟 等它膨胀了 才是吃的 你可以加一些水分 就这样可以加水喝也可以 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你可以加一些果汁 你可以加一些早餐物片 可以加一些墨皮 另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将奇亚子 加入Overnight Oaks隔夜烟墨里面 现在很流行 奇亚子经过一晚浸泡后 就肯定充分吸收水分 会膨胀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 如何做Overnight Oaks的话 请你留言告诉我 我会拍段影片和大家介绍 也可以加入Smoothie里面 奇亚子也可以煮 加热 热 所以中国人最好 就是等到一些粥 最重要是熄火之前 那10分钟就要等下去 传统的粥也是没有什么纤维的 就这样加一汤匙的奇亚子 就增加了纤维 是非常容易的 也是要等它膨胀才好吃 等10分钟 奇亚子也是一种很方便 可以吃到Omega 3 和补充纤维的一种食品 大家可以试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你给我点赞 还有请你订阅营养师妈妈的频道 拜拜